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t's a baby sunny day! 我知道什么是滑梯 佩奇 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 我也会这样一个人玩 在那个古老的年代 有没有秋千玩呢? 我们那个时候有秋千 攀登架 还有旋转圆盘 是吗?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滑梯了 它也是我最喜欢的 大家都排好队 轮流玩滑梯 哇 淘气的理查德 你应该知道要排队玩 小兔理查德觉得排队有点麻烦 哦 小家伙 做个小孩子很不容易吧 是吗 理查德? 因为理查德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他不用排队了 我要是你 我就不会改变规则 祝爷爷 没关系的 孩子们都能理解的 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哇 但是爷爷 乔治也还小 可他就必须在这里排队 是的 乔治的确还小 所以呢 他也不需要排队 哦 糟糕啊 乔治和理查德两个人一直在玩滑梯 爷爷 我们什么时候能去玩滑梯啊 你不用担心 佩奇 他们不会在上面玩很久的 我等得太无聊了 我也是 我们还是去玩鞦韆吧 小马佩德罗在鞦韆上玩呢 故事结束了 然后他们又醒过来了 一个巫师过来了 一个巫师? 是的 一个巫师 他会表演很多神奇的魔术 啊 然后呢? 然后又过来了一条可怕的龙 猪奶奶 猪爸爸和猪奶奶 猪妈妈仍然在等着吃晚餐 猪爷爷的睡前故事好像也不太管用 我可是很擅长讲睡前故事的 我可以马上就让他们睡着 一条可怕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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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饱餐了一顿 然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结束了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派对 他们所有的朋友都来了 好吧 看来得我出场了 猪爸爸 他们马上就要睡觉了 那谢谢你 那谢谢你 剩下的我来吧 你要把故事讲完才行 妈妈 好的 快上床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很久以前 在古代的时候 故事是在很久以前 猪妈妈已经在上面待了很久了 我好像听见大呼声了 真是太好了 佩奇和乔治终于睡着了 故事的最后 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结束了 我们现在要带金鸡去看仓鼠兽医 哦 怎么了 你是不是感觉不舒服 金鸡 他没办法说话 他是条鲸鱼 那当然了 说不定他很想听听我用大号演奏的曲子 它听上去有点奇怪 所以我现在要去乐器商店 把它修理一下 羊妈妈 猫妈妈 斑马先生 凌羊夫人 都上了公共汽车 你好 我要四张去超市的票 你好 凌羊夫人 我们现在要带金鸡去看仓鼠兽医 哦 金鸡她不舒服吗 她好像很喜欢你 好了 超市到了 再见 乐器商店到了 再见 仓鼠兽医家 到了 仓鼠兽医为生病的宠物看病 哦 这就是那条不肯吃东西的鲸鱼嘛 是的 你看一下 金鸡把食物都吃了 哦 她在家里一点都不肯吃 可能是因为金鸡在家里太无聊了 一路上遇到有趣的事 让她的心情变好了 是吗 你的这条鲸鱼 它很健康也很快乐 它非常可爱 太感谢你了 仓鼠兽医 猪妈妈 佩奇和乔治 要坐公共汽车回家了 公牛先生带着修理好的大号回家了 我的大号跟新的一样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瑞贝卡已经数到七了 非常好 瑞贝卡 林阳夫人 怎么了 坎迪 我妈妈可以数到十呢 哇哦 是的 在七之后是八 九 十 八 九 十 非常好 游戏时间到了 小兔瑞贝卡 斑马苏仪 小杨苏西 还有佩奇都喜欢跳绳 我喜欢大地 我喜欢海洋 我喜欢苏西 和我一起跳 我喜欢拼 我喜欢胖 我喜欢苏仪 和我一起跳 我知道了 我们来比一下 看谁能连续跳绳跳的最多 我来数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苏仪赢了 真是太棒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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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德罗 你想来跟我们一起跳绳吗 不是的佩奇 我在玩呼拉圈呢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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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转的可真多 我们来帮你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你只转了八个 我感觉有点累了 剩下的我一会儿再转吧 你会不会转呼拉圈 艾米莉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转 大虾艾米莉在用自己的鼻子转呼拉圈 我的才艺是跳绳 唱歌 还有跳舞 我昨天晚上都已经练习过了 我昨天晚上练习过怎么才能看好电视 那可不算是才艺 林阳夫人不是说过的吗 那我能做什么呢 谁愿意第一个来给我们表演才艺呢 小狗丹尼 我可以表演打鼓 我还可以敲得更小 不用了 这样很好了丹尼 轮到佩德罗了 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啊 我要表演魔术 这里是满满一杯子的水 这是真的 而且是透明的 啊 现在我要让杯子里的水全部消失 哦 请你们都把眼睛闭上 现在睁开眼睛 哇 杯子里的水没有了 谢谢 轮到艾米丽了 我要给大家表演树笛 你的才艺是什么 瑞贝卡 我可以用鼻子发出特别的声音 只有我踮起脚尖才能发出刚才的声音 他的才艺好厉害啊 没错 那我该表演什么 坎迪 你的才艺是什么 跳绳 我也准备要表演跳绳的 不过我还可以表演跳舞和唱歌呢 我的才艺是唱歌 一闪一闪 亮晶晶 没关系 我还可以表演跳舞 我的票弄丢了 哦 亲爱的佩德罗 你一定要小心点才行 你的票在那儿呢 嘿嘿嘿 你要小心保管别再丢了 哎呀 火车来了 火车 兔小姐是火车司机 上车吧 太好了 这些是你们的活动表格 孩子们必须找到 这个活动表格上的所有东西 一艘船 一个信号灯 一条隧道 我看到了 树 可是 树在上面吗 嗯 不在 哦 我看到了白云 可白云在表格上吗 不在 我看到狗爷爷了 你们好啊 你好啊 狗爷爷 狗爷爷在活动表格上吗 糊涂的佩奇 我的爷爷怎么会在表格上呢 但是 他开着一艘船 而一艘船在这表格上 太好了 孩子们在船的选项上打了一个勾 撿票了 兔先生过来检查大家的火车票了 哦 我想我的票弄丢了 哦 太不小心了 你的票在这儿呢 佩德罗 你坐在他的上面了 嘿嘿嘿 你要小心保管佩德罗 别再丢了 火车慢慢地爬上了山 哇 然后火车快速地下山了 领阳夫人 我感觉有点不舒服 我可以坐到前面去吗 好的佩德罗 那么你就坐到前面去吧 还有这些是我种的豆 哦 但其中种的最好的是我的生菜 哦 天呐 我的生菜去哪儿了 我觉得是这些小鸟把你的生菜吃了 没错 就是它们 为什么大草人先生没把它们吓走呢 因为那些吃了我生菜的小鸟 都不是什么聪明的家伙 怎么回事啊 猪爷爷 你的朋友们又在这里偷吃我的蔬菜了 什么朋友啊 汤姆 迪克 还有哈利 这不是他们的名字 主奶奶养了几只鸟 哇哦 打个招呼吧 这是杰米玛 沙拉 还有凡妮莎 你们好 还有这位是纳维尔 纳维尔是一只公鸟吗 是的佩奇 它是小公鸟 这只鸟最坏了 它把我的蔬菜都刨掉了 它连苍蝇都不会伤害 我亲眼看到它吃过苍蝇 而且它还吃了我的生菜 告诉我 你们不会想去吃猪爷爷的生菜 对不对啊 因为你们已经有这些好吃的玉米粒了 来吧 到这儿来 佩奇 乔治 你们想用玉米粒喂鸡吗 是的 我想奶奶 给你们吃小鸡吗 吃吧 你们还有一个风吸宝呢 这个东西是鸡舍 是母鸡们下蛋的地方 下蛋 可是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呀 还没有呢 但是很快就会有了 佩奇和乔治在猪爷爷和猪奶奶家睡觉的时间到了 那母鸡们现在有没有下蛋呀奶奶 可能要到早上了 那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早上呢 那维尔会告诉我们的 你们快睡觉吧 晚安奶奶 猪爸爸不会知道他被泥见到过 我们再去多找点东西放进洗衣机里 哦 我的裙子上也见到泥了 猪妈妈和乔治找到了更多要洗的东西 非常好 乔治 我们把脏衣服放进去 然后 启动洗衣机 很快 洗衣机里充满了肥皂水 洗呀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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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机使整个房间都震动了起来 哦 佩奇 你的裙子呢 我把它放进去洗了呀 什么 哦 糟糕 看呀妈妈 我的红裙子干净的和新的一样 是的佩奇 但是你看别的衣服变成什么样了 哦 糟糕 佩奇的红裙子把其他白色的衣服染成了粉色 对足球服来说 粉色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哦 猪爸爸下班回家了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爸爸 啊 猪爸爸 我们现在有个小问题 那个 一会儿再说吧 猪妈妈 我要快点准备去踢足球了 我的足球服去哪儿了 在这儿 佩奇 你个小糊涂 这是猪妈妈的裙子啊 是粉色的 不是的猪爸爸 这件就是你的足球服 它沾上了一点点泥 所以我们把它洗了 但是洗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 对不起 爸爸 但我不能穿粉色的足球服去踢球啊 为什么不行 爸爸 粉色是很好看的颜色 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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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驴先生 哦 我的天哪 这个大箱子是带分的吗 是的 带分为了这次的出行 带了点小东西 带的都是这边没有的东西 奶酪 面包 番茄 水啊 我走了 带分 明天晚上的时候我再来接你 带分的行李要放在什么地方 放我房间 就是我们家里最高的地方 好吧 你不是只在我们家住一个晚上吗 哦 是的 所以我这次才带了这么小的一个行李箱过来 好 带分来这里是为了练习说中文的 所以你们都要帮助他才行 没问题 妈妈 但是 我要先说一声抱歉 因为我的中文说的并不是很好 但是你说的也不差呀 你真是太好了 猪爸爸 但是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是和中文有关的问题 当然可以了 这方面我可是很擅长的 随便问吧 中文里的并列短语和偏正短语分别是指什么呢 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呃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们来帮带分把床铺好 妈妈 妈妈 带分能不能睡在我的床上 床的两端更放一个枕头吧 好主意 佩琪 佩琪和带分分别睡在了佩琪床上的两端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好了孩子们 快睡觉吧 你们明天会非常忙的 带分要去你们的幼儿园参观 哇哦 多和美比亚 多和美比亚 在法语里的意思是睡个好觉 可是我一点都不困呀 嘿嘿嘿嘿 嘿嘿 嘿嘿 那么我们来唱首歌吧 这样的话就会困了 好的 哦 一个电话 佩琪 那个是消防电话 只能在有火情的时候才能用 哦 着火了 着火了 你好 消防站 哪里着火了 哪里着火了 我能和猪妈妈说话吗 谢谢 哦 是猪爸爸 猪爸爸 你不应该打这个电话的 这是紧急情况时才使用的 可我就是有紧急情况啊 我到处都找不到番茄酱 怎么办呢 猪爸爸 我现在要把烧烤炉点着吗 好的 麻烦你了兔先生 烧烤的时候你们要小心点 相信我们猪妈妈 我们这些爸爸都知道怎么烧烤的 再见 我觉得可能需要再加点炭 需要再来一点风 我觉得还应该再加点营火物 好了 我们只能等等看有没有火情 那么我们要等多长时间呢 我们可能要等很久哦 我就已经等了很久了 那你一共灭了多少次火呢 兔小姐 呃 没有 从来没有着过火 但我们要随时准备着 消防电话又响了 哦 你可以来接 佩琪 说不定又是你爸爸 好的 你好 这里是消防站 你好 佩琪 哦 爸爸 真的是你啊 你实在是太淘气了 这可是消防站用电话 你知道吗 你能让兔小姐接电话吗 你是个好孩子 爸爸说 让你来接电话 你好啊 猪爸爸 这个电话是消防砖用的 这能是 搞火了 搞火了 哦 糟糕 猪爸爸的烧烤炉着火了 着火了 着火了 妈妈们要出动灭火了 哦 哇哦 抓紧了 嘿嘿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想玩我的海盗游戏的孩子们 请说 爆 哦 这会是个危险的游戏吗 不会的佩德罗 狗爷爷已经向我保证过了 这会是个非常安全的游戏 哦 肯定会很激动人心哦 有谁想来玩 这是我们的作战计划 很久之前 我有一桶金子 那是我的正当所得 但是我的金子被霍格船长 无耻地偷走了 什么 海盗说的话 让人有点难以理解 霍格船长 抢走了我的宝藏 而且霍格船长 他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 你们有些人 可能已经认识他了 他就是我们的猪爷爷 是猪爷爷 我们首先要找到霍格船长的藏身之处 把我的宝藏抢回来 但是不能被他发现 太棒了 每个人都很兴奋地 想要玩这个海盗游戏 你好 猪爷爷 我们要出发了 非常好 非常好 猪爷爷和鹦鹉玻璃 守护着海盗宝藏 让我们看看谁可以第一个跑到船上去 这是什么意思 跑到船上去吧 有 站好了 把你们的救生衣穿上 在狗爷爷的船上 所有的孩子都得穿上救生衣 那个狡猾的大胡子狗应该快到了吧 你可以先喝杯热茶 猪爷爷 哦 谢谢你猪奶奶 终于要出发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大胡子狗先生 我想去一下厕所 可以吗 我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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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久还没到啊 看 土豆先生来了 土豆先生 哦 原来是佩奇来了 哦 你们大家好 你好 佩奇 苏西以为你是土豆先生呢 我看上去 一点都不像土豆先生 没错 你的个头太大了 土豆先生的个头 可比我还大呢 才没有呢 他只是一个土豆 而土豆就只有这么大 看哪 土豆先生来了 土豆先生来到了小镇 请欢迎你们的朋友 我 土豆先生吧 哇 哇 哇 大力的足够了 我宣布这个运动中心 开业 非常的不错 我们必须都运动起来 而且每天都要吃水果和蔬菜 我们该吃哪些呢 土豆先生 苹果 橙子 胡萝卜 番茄 还有土豆 哦 你为什么不像 那些正常的土豆那样小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土豆 你看它还有腿呢 正常的土豆是不会有腿的 它是一个超级土豆 我们每天早上都看你的节目 非常好 记得把你们的话都寄给我 我们会的 佩奇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在幼儿园 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为土豆先生画一张画 好 我画了一个菠萝 我画了一根胡萝卜 画得很好 你画的是什么艾米丽 一颗豆子 真不错 那佩德罗呢 我画的是超级土豆 哦 我知道了 乔治画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番茄 住在行星上 大家知道这个行星叫什么吗 叫地球 你答对了 关于太空的事情 我可算是个专家了 我们的太阳旁边还有七个其他的行星 大家知道这些行星叫什么吗 叫水星 哦 说得好啊 埃德蒙 金星 火星 木星 土星 海王星 天王星 埃德蒙知道所有关于太空的知识 我是一头聪明的大象 大家知道这些行星是由什么构成的吗 它们都是用纸板做的 这些模型是用纸板做的 但是真正的行星是由岩石冰块和气体构成的 但是我认为月球是由奶酪组成的 嘿嘿嘿嘿 不是的 月球是由岩石构成的 这是个严谨的学术参观 所以要严肃 不要开玩笑哦 现在我们在月球上了 这是一个模拟的月球吧 对不对 是的 如果这个是真的月球 你就能一下子跳到我头上 哦 谁知道为什么在月球上我们可以跳那么高呢 重力小了 哦 没错 埃德蒙 因为重力才能让我们像这样站在地球上 而在月球上重力小了 所以你能跳得很高 哦 在科学的帮助下 我们可以让你们感觉就像在月球上跳一样 这听上去很不错啊 是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这里有弹力绳 大家都系上了兔先生的反重力的弹力绳 在月球上这样跳很有趣 说月亮茄子 月亮茄子 好了各位 我们的旅行结束了 请朝这边走 那月球上面有树吗 没有 那月球上面有汽车吗 没有 这有点高啊 乔治 你确定要玩这个吗 一块钱 谢谢 一块钱 都是用来做善事的 哦 天哪 对乔治来说太高了 别担心 乔治 我会陪着你的 请付一块钱 谢谢 哦 乔治再也不怕高了 哦 这有点高啊 对不对 我还是走楼梯吧 楼梯上挤满了小朋友 这里就能下去啊 乔治的爸爸 哦 好吧 哦 哦 哦 快来吧 快来吧 只要射中目标 就能赢得一个大熊猫哦 妈妈 这个你也做得到 佩奇 我们已经有一只大熊猫了 不用担心 你不会赢的 女生不擅长这个 抱歉 你说什么 这游戏需要技巧 需要多少钱才能玩 一块钱 猪妈妈获胜了 哦 不可思议 你的大熊猫给 海爷 妈妈 我也想要那个大熊猫 那个也太大了 才不会呢 猪爸爸和乔治正坐在摩天轮上 好 抓紧了 哇 这真是太高了 哇 终于结束了 还没有 一块钱能做五圈 要赚五圈 哦 不 哇 你们大家好 你好啊 佩奇 大象埃德蒙和小兔理查德 正在沙堆里玩 我们也去沙堆玩吧 好的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几个正在挖路呢 而且我是老板哦 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 需要多少时间 要看具体的情况了 我们得先要挖个坑 再用沙子填满 然后呢 道路就修好了 太棒了 佩奇 乔治 我们该回家了 哦 糟糕 乔治现在还不想回家 回家的路上 乔治 我们还能看到公牛先生挖路呢 再见伙伴们 再见 佩奇 佩奇和乔治 非常想再见一次公牛先生 铲车 骑着地 我们到了 哦 公牛先生已经不在这儿了 公牛先生一定是完成工作回家了 铲车 骑装机 哦 停 哦 水管又破了吗 公牛先生 不是的 佩奇 这一次是因为电缆出了故障 那么你要怎么做才能够把电缆修好呢 我们要把路再挖开 太棒了 佩奇和乔治喜欢公牛先生挖路 大家都喜欢公牛先生挖路 下雨时的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在家里看一些很重要的电视节目 土豆 马铃薯 土豆 马铃薯 妈妈 乔治和理查德把我的卧室变成了一个恐龙乐园 然后恐龙乐园里面非常的吵 乔治最好的朋友来了 但是却没有人和我一起玩 你可以叫小杨苏西过来和你玩啊 小杨苏西是佩奇最好的朋友 所以苏西现在可以来玩是不是 妈妈 给她打电话 你好啊 我是小杨苏西 请说 苏西 是我呀 你现在可以来我家吗 现在 好的 佩奇 那么我可以穿上我的护士制服吗 可以 但是你要快一点来 再见 苏西 我一会儿再来 快进来 苏西 我一会儿再来接你 苏西 乔治 理查德 苏西护士来了 苏西护士说 这里可不是恐龙乐园 而是一个医院 是医院的话 就必须要保持干净和整洁 这个卧室不再是恐龙乐园了 而是变成了一个医院 我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 嗯 这只恐龙看上去好像生病了 我同意 医生 恐龙身上的绿色很像生病的颜色 它必须要上床休息 还有这只恐龙 它的紫色看上去也像是生病的颜色 没错 医生 它也必须要上床去休息 好龙 不要吵 在医院里 要保持安静哦 别担心 佩奇 我很擅长看地图 哦 有点奇怪 我们迷路了 嗯 是的 这是小狗丹尼和他的爷爷 你好啊 佩奇 你好丹尼 我们迷路了 迷路 卫星导航坏掉了 卫星导航 你们开的这辆车是T32200路营车 卫星导航是基本配备 欢迎来到蔚来汽车系统 哦 所以这个按钮是开启导航的 请问今天想去哪里呢 露营车 它竟然在说话 很厉害吧 顺着语音导航就能找到路了 可是 它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呢 你告诉它呀 嗯 你好 露营车小姐 你好 我们要去度假 你能告诉我们怎么走吗 只要沿着这条路继续执行就能到了 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不用客气 祝你们玩得开心 危险 危险 汽油不足 汽油是什么 汽油是能让车子跑起来的液体 那么 汽油会不够吗 不会 车子会在汽油用尽前提醒你 汽油用尽 哦 天呐 幸好 我还另外带了一桶汽油 做得好主 爸爸 我们只要把这桶汽油倒进油箱里 然后 哦 怎么了 这里面什么也没有 油箱 消失了 这是羊妈妈 还有小羊苏西 你好 苏西 既然我们来到了郊外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看大自然的风景 好主意 猪妈妈 那我们来看大自然节目吧 大自然的奇迹之一 鸟类 真是不错 走开 快点走开 小鸟 我们听不到电视的声音了 哦 猪爸爸 如果你出来只是为了看电视的话 那我们的露营就没意义了 在家也能看电视 嗯 说得好 猪妈妈 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可以去 有树木的世界 什么是树木的世界 树木的世界就是布满了树木的森林呀 这个听上去有点无聊 或者是这个土豆城 那什么是土豆城呢 一个可以参观土豆田的旅行 结束时还可以有土豆吃哦 听上去很有意思 还有这个鸭子乐园 什么是鸭子乐园 是一条很宽的河 上面都是鸭子 鸭子乐园 我们去鸭子乐园吧 嘿嘿嘿 佩奇和乔治很喜欢鸭子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鸭子乐园 露营车带我们过去 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去鸭子乐园 谢谢 请沿着这条路行驶 保持直行 欢迎来到鸭子乐园 欢迎来到鸭子乐园 你们一共要几张票呢 成人票儿童票各两张 祝你们玩得愉快 鸭子们在哪里呢 也许他们在度假呢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鸭子们迟早会出现的 就在我们野餐的时候嘛 嘿嘿嘿嘿 佩奇和乔治喜欢野餐 哈哈哈 看 鸭子们过来了 还有洋葱 胡萝卜 和其他蔬菜消下来的皮 都在里面 猪爷爷 猪奶奶会很喜欢的 难道爷爷和奶奶 他们会把这些土豆的皮 当食物吗 不是的 佩奇 要放在猪爷爷的花园里 他们可以帮助作物生长 哦 午餐之后 我们把这些送过去 哦 太好了 猪妈妈 乔治 还有佩奇 带着蔬菜的皮 来到了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家 我们到了 太好了 爷爷 你好 爷爷 你好 我们有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 啊 原来是蔬菜消下的皮 真是太好了 我的花园里正好缺这些 难道你的花园吃这些蔬菜皮吗 哈哈哈哈 不是的 佩奇 这些蔬菜皮是用来给堆肥添料的 那是什么 我来演示给你看 就在这儿 这不是一个木箱子吗 是的 佩奇 但是你知道吗 这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木箱子 我把这些蔬菜皮倒在上面 然后在箱子的底下就会出现肥沃的泥土 叫做堆肥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难道这是一个魔法箱子吗 哈哈哈哈 不是的 佩奇 我还有几个好朋友 他们也帮了点忙 在哪呢 在这里面 你瞧啊 哦 原来是蚯蚁 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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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子把所有的植物残余变成了堆肥 那爷爷 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些蚯蚓放到你的堆肥里面呢 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来吧 乔治 我们再来多找一些蚯蚓吧 哈哈哈哈哈哈 一条蚯蚓 虫子 虫子 这本书我可能借的时间有点长了 别担心 猪爸爸 应该不会很久吧 天哪 我说猪爸爸 这本书你居然已经借了十年了 淘气的爸爸 对不起 兔小姐 不过没关系 现在你可以借其他的书了 兔小姐 我和乔治 可不可以在这里借书 可以 儿童借书区就在这边呢 哈哈哈哈 哦 你看 仙女 花朵 漂亮的裙子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丹尼 我借了一本关于足球的书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苏西 我借了一本关于护士的书 乔治选了一本关于恐龙的书 恐龙 看我找到了什么 混凝土世界的再一次探险 这儿有本红猴子的故事书 不要再听红猴子的故事了 因为很无聊 但这个故事不一样 说不定更有意思呢 我觉得不是 很久很久以前 这儿有一只红猴子 哎呀 它洗了个澡 刷了牙 然后去睡觉了 不是 它跳上了火箭 飞向了月球 哇哦 它和恐龙一起野餐 哇哦 在海底游泳 还爬到了最高的山上 它的一天还挺忙的 结束了 哇哦 再读一遍吧 我们可以借回家 然后在家里读它 对吧 但是我本来是要选择 这本书 或者这本书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可以带三本书回家 太好了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准时把它们还回来哦 好的 兔小姐 还有你 你也要记得 把你借的这些书还回来 我今天咳嗽了 咳瓊医生 刚才已经来给我们看过病了 它还给我们吃了一种很难吃的药 林阅夫人 你现在可以唱歌了吗 当然可以了 哦哦哦哦哦哦 Order 这里小姐有个娃娃她去 哦 糟糕 所有的大人都被佩德罗传染了 你好 我是棕熊医生 我是小猪佩奇 所有的大人都生病了 别太担心佩奇 我马上就来 你们大家好啊 都被佩德罗的咳嗽传染了 没事的 都排好队 然后张开嘴巴 这个味道就像是大奶糊和旧袜子 谢谢你来为我们看病 棕熊医生 当你生病的时候 谁来照顾你呢 没有人来照顾我 我从不生病 哦 糟糕 就连棕熊医生也被佩德罗传染了 不要太担心 再见 再见 棕熊医生太可怜了 他生病了 但是却没有人去照顾他 哦 谁来找我了 你好 我们过来照顾你了 这里有些水果 还有一个靠枕呢 你还要把这药吃了 哦 味道就像是果酱酸奶味道的淡奶糊袜子 我们还要为你唱首歌 太好吃了 意大利面还有剩的吗 我说猪爸爸 你都已经吃了三份意大利面了 食物给我能量 而我正需要能量参加募捐长跑 但是你应该去练习一下跑步才对 我今天得练习吃意大利面 然后明天我再去练习跑步 不行爸爸 你现在就应该开始练习跑步 快来吧爸爸 来比赛 这太容易了 往山下跑确实很容易 但是往山上跑就很困难了 看来我不应该吃那么多意大利面的 今天就是募捐长跑的日子 凌羊夫人有张图表 上面显示了猪爸爸要跑多少公里 猪爸爸首先要跑到这个地方 这里是个超市 然后再跑到这里 是我爷爷的修车场 最后呢 他要跑到这里 这是风吸宝 那样的话我们就有足够的钱 把学校的屋顶修好了 我现在就开始跑 就位 预备 跑 我跑完了 我们可以开始野餐了 糊涂的办吧 那个只是一幅画而已 没错 现在你要跑向真正的风吸宝了 请救援 起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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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碟itsu Cai Cody 好 加油 加油祖 percent 你可以做到的 加油小祖把你可以做到的 你要跑老师 yelling 加油小 villain 加油小ffe уже 你可以做到的 笑车已经率先到达了风吸宝 现在大家都开始野餐了 我要水 我要水 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而且还有一个如此轻松就能筹到钱的活动 我要水 我要水 猪爸爸终于到达了超市 你好啊 狗爷爷 你好 猪爷爷 今天是个出游的好日子 我本来也想去的 不过我要清洁我的船 我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还要清洁你这艘生锈的船 真没想到它居然还能飘起来 这艘生锈的船会一直飘着 即使到时候你的旧船 已经沉没在河底一百年了 猪爷爷和狗爷爷是最好的朋友 全速前进了 再见了 我是这艘船上的船长 当船长让你们做什么的时候 你们就要去做 遵命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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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武玻璃会重复别人说的所有话 乔治 把旗子升起来 乔治 把旗子升起来 佩奇 敲响铃铛 佩奇 敲响铃铛 爷爷 我可以来做船长吗 拜托 好的 要做船长的话 你必须戴上这顶帽子 现在佩奇是船长了 大家都得听从她的指令 敲响铃铛 转动陀轮 遵命佩奇船长 在船上跳来跳去 佩奇船长很喜欢指挥别人 或许还是应该让我来做船长吧 我们可不想让船撞上什么东西 掌舵这件事情可没那么容易 但幸好我很擅长掌舵 噢 糟糕 猪爷爷的船撞上了一个小岛 爷爷 我们动不了了 我来打给猪奶奶吧 她可以帮助我们 哦 猪爷爷的手机掉进了水里 大家好啊 这是幼儿园的小熊泰迪 你们好哦 他是我们的特别客人 你们都应该给他让个喂 哦 这位是恐龙先生 不过他不太善于教他 我们来拍几张照片 放到他的相册里 说茄子 茄子 爸爸 明天小熊泰迪 想要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可以吗 所以我们可以去北极吗 去趟超市怎么样啊 可以啊 我觉得小熊泰迪他 以前肯定没有去过超市 现在是早上 佩奇带着小熊泰迪 来到了超市 这个商店什么都有的 有肠子 有苹果 还有香蕉 哇 这里真的很有趣啊 嘿嘿嘿嘿嘿 这里是收银台 你买的所有东西 要在这里付钱 嘿嘿嘿嘿 乔治想拍一张照片 好的 乔治 茄子 茄子 哈哈 照片拍得差不多了 乔治 嘿嘿嘿嘿 哦 小熊泰迪去哪里了 幼儿园的小熊泰迪不见了 爸爸 你把小熊泰迪给弄丢了 别担心佩奇 我们肯定能够找到他的 回来了 今天怎么样 爸爸把小熊泰迪弄丢了 哦 天呐 但我已经想到怎么找他了 我们要怎样才能找到小熊泰迪呢 爸爸 第一步 把拍的所有照片打印出来 猪妈妈把东西拿了出来 杨女士 你要工作吗 还是只要玩 我今天会非常努力地工作的 我一会儿去健身房 你在健身房里干什么呢 跑步 跳高 还有跳绳 妈妈 你这可不算是工作 你这是在玩 佩奇和苏西到了幼儿园 嗨 大家好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苏西 好了 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玩开商店 哦 谁来做商店的主人呢 我 佩奇和苏西 你们来做商店的主人 其他人呢 可以做客人 佩奇和苏西准备来开一家假想的商店 佩奇 我们要来做点什么呢 我就来负责收钱吧 苏西 你呢 就负责拿东西过来 好的 小狗丹妮是第一个顾客 你们好啊 老板 你好啊 狗先生 能给我来点饼干吗 谢谢了 苏西 我们这里有没有饼干呀 没有 但是我们有一个玩具电话 那这个电话要多少钱呢 这个玩具电话的价格是一百块 谢谢你 好了 下一位 你们好啊 老板 能给我来点面包吗 谢谢 没有 但是你可以考虑买这个玩具房子 你想要把它放在袋子里吗 好的 谢谢你 总共是一块钱 谢谢 哦 但是我没有这么多的钱啊 你下次来的时候再付给我们吧 天呐 这就是努力工作 是的 你们好啊 老板 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价值一百万的东西呢 啊 苏西 我们这里有没有价值一百万的东西卖呢